开箱六款爷爷被用过的老物件 认识超过三个的算我输 最后一个几乎没人认识 今天我给你们开箱六款 爷爷辈父亲辈他们用过的老物件 可以这么说 这六款你们如果认识超过三个 就算我输 00后这些东西他一个都没见过 最后一款几乎没有人认识 先开第一个 我猜90后和00后根本就没见过这个东西吧 这个东西在我们北方叫做嘎拉哈 这个是我妈小时候的玩具 这个是羊的骨头结 玩法我给你们演示一遍 首先准备一个口袋 然后把这个口袋扔在空中的情况下 把这个嘎拉哈摆成小的形状 然后再接住这个口袋 就算成功 演示一遍 这就成功了 估计你们都没见过这个东西 第二个 谁认识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可不是木树 有知道这个是什么呢 在评论区给我打出来 这个东西我们管它叫做壁子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七八十年代的人 那个时候的人头发上都会有那种小狮子 就是跳槽 那么用手抓不住 然后就拿了一个壁子去梳头 把那些小狮子都给它梳下来 就是这么个用 这个东西现在基本上绝技了 第三个 这个是一个万能虫 这个90后00后应该见过 现在所有的充电宝 见到它都得叫声大爷 当年是非常牛的存在 第四个 我来问一下00后 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干嘛的吗 之前我看过一个视频 有人拿这个东西去问00后 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 说这个东西居然是给一部起球用的那个打球器 一个字绝 这个东西叫做手推子 就是剃头发用的 现在的理发师手里拿的那种垫推子 见到它还得叫声爷爷 这个东西在当年那是相当考验手艺的 来第五个 你们从外形上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你们可以猜一猜 这个东西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吧 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经常在影视剧当中看到有的人去河边洗衣服 然后拿东西去砸衣服啊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负责砸衣服用的 前五个呢 大家都看完了 我相信肯定有人见过或者是用过 但是这个东西肯定没有多少人知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干嘛用的 看一下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东西啊 这有一根骨头 上面呢有一根铁丝啊 我想了半天 我也想不出来这个东西到底能干什么用 这个骨头呢都已经包僵了 时间非常久了 有时候觉得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大家啊 这几种老物件 你见过几种 或者说你用过几种 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看看谁全都用过 还有啊 这些东西在你们当地都叫什么名字